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高新,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小平的后人是红二代里的孤家寡人,已经介绍过了儿道邓小平和陈云相继去世后,不但李那一家的生活境遇得到改善。 当年被邓小平亲自定型17年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都重新嚣张起来,比李那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 与李那情同手足文革终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 1986年,李那总算在杨尚昆的一概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17年中共官方党史文章介绍,说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起汇报。 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然非毛远新莫属。 从此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 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当时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致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保护录。 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 在毛泽东事事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做出办理如此权势遮天。 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相关史料记载。 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开始进行全面整顿。 时期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所作所为至担忧之后,毛泽东追问毛远新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在毛泽东耳边吹枕边风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 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都是毛远新主持的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远新传达的。 而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终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还介绍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付出后领导权,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地打击毛远新。 在毛泽东面前所做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极具变化。 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邻批孔就是樊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 去年一直为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这就是为什么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语刑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伟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授军已经被宣布判刑好几年之后,毛远新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装案组作时邓小平因此等的不再耐烦。 亲自指示对毛远新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从众从快。 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于修理接纸之后,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要求限期完成。 对毛远新案的处理于是,毛远新于1986年被军事法庭以述罪并罚,判处17年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10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比较搞笑的是,当时的毛远新虽然是被军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军对方面却没人提醒要同时对毛远新宣布施以开除军级的处理。 以致毛远新刑满出狱之后,仍然还有理有据,得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军队方面出面对他案转业干部的相关政策处理此乃后话。 日后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关于如何对毛远新定罪处理的讨论过程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审判四元帮的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任务。 当时在特别法庭的工作过程中,没有把毛远新也列入被审判者之一。 日后当然不能专门再为毛远新单独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而如果把毛远新当成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审判,就不应该由最高院出面。 听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对此感觉棘手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才指示,由军事法院出面,问题就简易化了。 但是被宣布判处17年有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后,毛远新疾患了严重的疾病,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残疾。 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新的生母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大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默许了监狱方面,为毛远新安排了保外就医,至此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13年。 那当初毛远新被邓小平施以重手,之后中共内部有议论,说,这都是因为邓小平的长子,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落下终身严重残疾。 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资认气,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居士如己出,的毛远新身上,但事实上虽然邓小平也确实在对待江青和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乐讨要毛泽东搞费的过程中的绝情一度令杨尚昆都私下离感慨,明摆着是个人抱负。 但他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憎恶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还是出自政治层面,或者说是出以攻心。 据张玉丰日后,交代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他本人张玉丰时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依序是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信连、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丰在落实了却有这份名单之后,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后还是慰望感慨一。 据你说到底还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时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你我现在的位置都会坐在毛远新的屁股底下, 笔者五年前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球,习近平的做上宾一文文中介绍,说在中国大陆上了点岁数的人,只要还对当年的恶功罪,亲友余计就不会不知道。 曾经被中共正前大力宣传,其英勇事迹的张志欣烈是曾经的悲惨遭遇,而曾经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欣立即执行死刑,并在押赴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是以割喉酷刑的毛泽东侄子。 当时最高职务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则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地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句老话也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 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博古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 因为当时实际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加上叶剑英,陈云等人都像封务江青一样封务毛远新,特别是邓小平对备毛泽东和江青,视为己出的毛远新更是恨得牙跟痒,所以毛远新入狱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没人看。 当然也是没人愿意安排他享有与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类似的优越生活和医疗待遇,保外就医后的毛远新改名李时,明摆着是在继续追随异母江青,因为江青本名李云和,所以毛泽东不但让自己和江青的女儿姓李,甚至还抢求自己和和子真生的女儿也姓李。 不过李时作画名,只是为了向邓小平发出无声的抗议,等到习近平上台开始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为十年探索之后毛性,又在中国大陆上重新尊贵。 前来毛远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技组,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对毛泽东邀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表示坚决支持,毛是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的对外放风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只是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级, 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笔者本月初已经在白字校长和白卷英雄,都是被文革,耽误了一文中较详细介绍,过当年二十多岁,就担任了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被毛,则都充分肯定的基层工作。 成就之一,就是把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推举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他的另外一大基层工作成就就是亲自下,并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兴立即执行死刑, 并在压促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是以割头酷刑,而就是这样一个本已经被邓小平政权定性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事实上是,犯下了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的刑满释放分子。 毛远新如今不但被习近平下令落实政策,补发了十年收容审查期间应得的工资待遇,而且还恢复副部长及医疗待遇。 此前有内地朋友告诉笔者如上传闻是笔者还是将信将疑,但看过红二代苏铁山,在纪念毛泽东大臣大会上的发言实况后,这才相信了事实确实如苏铁山所说,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MBSB。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相关报道,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刘迪卢伟被以受惠罪正式起诉,中共政局异象品生小异流清正逝日,后成为政国籍的张德江。 当年一手成就了高进方高新知识分子,赤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冒战引发政治地震。 刘鹤出局清华教授曲张润需恢复主席任期,至党政部和市长免职,党大于政习近平出访大洒避民众不满,大陆施压江台改名,44家航空公司全需服评论。 三、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命名游客邓土包子,是中国最狠毒的角色反右中是最狠毒不择手段的指挥者。 多少中国精英会在他手上毛死后利用华国锋的地位,叶剑英手中的军权打掉四人帮又把华干掉,最后连叶剑英也被赶出北京他大权独揽,为了夺军权,又发动莫名其妙的越战。 略微门关心民众生活的赵紫阳,胡耀邦都一个个打下去凡此种种,都表明他绝没有一条想法是为国家,为民众利益着想的这个四川土包子。 在老共的历史上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肯定的像样事情,是个典型的祸害国家的四级人物。 开放更不是他的原意,也没有实际措施,只是为了子女捞钱方便。 不是吗?2018年6月14日0点50分匿名游客邓买尊是最狠毒的角色,但又终是最狠毒不择手段的指挥者多少中国精英会在他手上矛死后,利用华国锋的地位。 叶剑英手中的军权打掉四人帮又把华干掉,最后连叶剑英也被赶出北京他大权独揽,为了夺军权又发动莫名其妙的越战。 赵紫阳,胡耀邦都一个个打下去,凡此种种,都表明他绝没有一条是为国家,为民众利益着想这个四川崴子。 在老共的历史上,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肯定的像样事情,是个恶贯满盈的祸害人物开放,更不是他的原意也没有实际措施,只是为了子女捞钱方便。 不是吗?2018年6月14日0点39分,匿名游客,这正说明习主席宽宏大量,为民族设计可以放下仇恨,习一家被毛迫害得够呛。 2018年5月29日21点12分同步广播库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事情不简单沉破空。 罗宇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俄平中美贸易战,北京已乱阵脚中共内讧,让我们保持冷静。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界耻辱吗? 刘青冒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迪。